哇 好凉啊 好美啊 好美啊 哇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她 对对对 不得不说与那些为了生计被迫参加选美 为了赚钱出道的港姐相比 袁勇宜算是港姐中活的最顺的了 19岁摘得港姐桂冠 那20岁怀疑小姐亚军得主 21岁摘得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23 24岁缠粮金像奖以后 30岁遇到真命天子张志玲 直到今天过了50岁 仍旧活跃在大众眼中 袁勇宜与张志玲一直都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 两个人自结婚以来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处之道 在众人看来 袁勇宜是圈中有名的暴体系 张志玲呢一直宠着袁勇宜 其实在袁勇宜心中 自己对张志玲却十分的亏欠 袁勇宜曾经在访谈中透露 自己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 有一件伤害了张志玲 那件事情指的是年轻时的袁勇宜 与富商罗兆辉的往事 这一直是袁勇宜难以启齿的往事 张志玲也因此被网友调侃 胸怀大肚 罗兆辉是刘兰雄的根本小弟 在刘兰雄的帮助下 罗兆辉在一年内狂赚五个亿 成为了香港有名的花花公子 为了追求袁勇宜 罗兆辉向大哥刘兰雄吸取经验 不仅出手阔绰 还连夜爬楼梯送补品呢 彼时情斗初开的袁勇宜 哪里进得住这样的诱惑 理所应当的享受着 纸醉机密的生活 但是罗兆辉本身呢 是有妻子的 即使袁勇宜一开始不知道 但后来知道了以后 也没有立即停止这种行为 袁勇宜之后回忆此事 说这大概就是年轻时的 贪慕虚荣吧 事情曝光以后 袁勇宜才知道 自己做了多么荒唐的事情 当即斩断与罗兆辉的关系 随后呢 又与赌王何鸿燊传出了绯闻 直到遇见张志玲 袁勇宜才知道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两个人因为合作电影 编程浪子而相识 有时候拍戏过程中的一个对视 就足以让人展开一段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后呢 罗兆辉因为与袁勇宜分手的事情 心生恨意 所以经常打电话给张志玲 想要破坏两个人的感情 但是了解袁勇宜过去的张志玲 并没有因为此事而放弃这段感情 而是觉得呀 自己没有更早认识他 这样袁勇宜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了 我们是长跑 是因为他们认识了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 有没有想过又长 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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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舒服啊 你要有这个能了 这清宫啊 当然 厉害吧 但张志玲为何会选择脾气暴躁浑身缺点的袁勇宜呢 或许就是因为曾志伟说的那句话 袁勇宜真的太亮了 两个人结婚十几年后才买了一栋房子 张志玲说自己的钱都拿来给袁勇宜买包了 他最爱买包 一遇到最新款他都会为他买下 张志玲说袁勇宜是没有一个包搞不定的 结婚十几年 他们一直恩爱如初 他将他奉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半 他们相守了24年 结婚15年 这期间 即便袁勇宜被曝出惊天丑闻 张志玲从来不曾离弃 最近呢 袁勇宜和张志玲被邀请参加荣祖儿的节目 他们都是香港老一批的演员明星 如今重聚在一起 肯定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袁勇宜和张志玲经常在节目当中秀恩爱 两个人虽然很恩爱 但是彼此之间也经常会互相挖坑 一次袁勇宜就问张志玲 我年轻时候美吗 听到这个问题的张志玲呢 随口说出了一句话 一般般 这回答也是让网友们直呼 够我笑十天 不得不说 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啊 真的是太逗了 说起来 张志玲和袁勇宜什么都好 唯一遗憾的就是 两个人没能生个女儿 在之前的采访当中 袁勇宜本人也是表示 自己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生女儿 用尽很多方法去再到第二个人高受孕 但是都是不行 打针痛就必然的了 告诉你 sorry 这样的时候 那不是sorry那一下不开心 而是你等的时候 什么都做不到 又不行 很多准备的 计体温 计日子 计姿势 其实我以前有怀习惯的 我吃烟的 是的 但是因为我想生小孩 我想在一个健康的机器里面 有小朋友 那我就戒烟了 那我就戒了烟三个月之后 我就先开始 做人 要是能够有个女儿陪伴 想必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完美 看到袁勇宜和张志玲的相处 爱娇和阿萨非常的羡慕 就连 荣祖儿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 像张志玲一样的男人做老公 做出一个张志玲的优点 就是把袁勇宜捶走了 就是得选社会 自出通修了 就是 袁勇宜就在 不能够出来害人 把他收走 就是最稳达 张志玲 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这次你怎么看呢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